冬天的衣服啊什么的都被房东给扔掉了 我就因为时间房租没交 大家好 我是周伟伟 刚刚提名打电话过来啊 说三斤回济南了 我们过来看一眼 三斤什么时候回到济南 刚到 刚到没一会儿 我还以为得过几天呢 你怎么也不提前讲一通 到时候好 开始去接你啊 没事 济南南禅是很近的 这次回去处理的怎么样了 这家闹门的事 东西都处理好了 上车车什么的都卖掉了 但是呢 这次出去 回去啊 亏大了呀 三轮车买过来5000元子 卖 才卖1000多元子 亏了3000多元子 然后呢 东西 那冬天的衣服啊什么的 都给房租没扔掉了 我就因为时间房租没交 晚了 晚了个一个星期 他给我所有东西都扔掉了 那鞋呀什么都没了 就就现在还是原来那些衣服 那之前 在那边待着 住他房子住了有多久 反正 白白交房租都交了六个月五个月 1000多万钱 就因为晚10天 他跟老东西都给他生掉了 你在那里住也差不多一年了吧 住了不止一年了 一年多了 快两年了 那我说实话了 那你那边房东 跟我们那边房东比起来 对啊 你脱脱半个月一个月 叫房东不好说话 那边的房东没有 简单的房东不好说话 你过冬的衣服也没有吗 没有 全部全部给房东扔出来了 那衣服都有的都扔垃圾桶的 穿不了了 那衣服都坏了 没什么外套 就叫包外套 损失惨重 损失惨重 这次真的得找活干了 飞哥 要不然 没过冬的衣服穿 得挣点钱 买过冬的衣服 买棉袄呀 这次会到 看看能不能接着火吧 行 阿明最近怎么不发誓言 什么情况 心情不好 怎么为什么心情不好 前段时间不是相机三十六了吗 咋样了相机 黄了 黄了 黄了没事 现在三十六的时候 看不上我们 难受啊 本来挺有信心的 心里想着回家向外迁 然后过来跑完呢 好好的努力的 干活赚点钱 结果这相机 失败了 然后就 你这个不是失败 你这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连回家看还没看呢 算 就是这样 反正 很难受 该调整一下心态 该干嘛干嘛 调整不好啊 再加上这 天冷的 不容易还得 怎么说呢 不想动 该冬眠了 嗯 很不明 阿坤呢 阿坤 阿坤正常 在照顾他妈妈 照顾他老母 在隔壁呢 他妈妈要受败了 对 要受败了 他那个也不得了 他那又得花不少钱 十万 你给万把钱 好几万 那你叫阿坤 把阿坤卖了 都是难心 太难了 难心难地啊 真的 一个比一个 呆 今年运气不太好 哪年运气都不转好呀 感觉 今年特别的 这几年运气都不好 哎 什么时候运气 运气能降临到我心上呀 我等这一天都等了 三十年了呀 没事 风水轮转转 会轮到你 因为命运的齿轮 马上就要开始转动了 还以为他得过几天才能回来呢 本想的开车去接一下他的 没想到不想给我添麻烦 也没通知我 悄悄的就回来了 明天呢 必须得安排硬菜 吃上那么一次啊 最近呢 大家都挺艰难的 包括货费也一样 感觉精神压力真的好大 这是近阶段 最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呢 好了 朋友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